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一时之间啊 这大殿中再次安静了下来 不少人心中暗自的思量 这忽老魔难道杀心未泯 打算借此机会一举击杀对方不成 毕竟以猿鹰修士和化神修士的惊人差距 在不躲逼的情况下 怎么能安然接下对方一击呢 而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韩丽的时候 子灵的脸庞显得近乎透明起来 沉默了一会儿 他突然一咬银牙 不用韩兄交换什么 切身改变主意了 不打算离开魔宫 韩兄 你自己走吧 此女艰难地说道 声音有些苦涩 韩丽一听这话一愣 但随即明白此女的心意 她笑了起来 但是尚未等地开口 那忽老魔却冰冷地先说道 哼 你当我魔宫是何等地方 想留就留 想走就走吗 只要老夫答应了做此交易 你就是打算留在此地 也是痴心妄想的 姓韩那小子 你不会答应此事吧 哼 在下的确不会答应 若是只是一击的话 韩某还真想尝试地接一接 韩丽冲着子灵摇摇头 毫不在意地一口答应下来 老魔黑黑地一笑 单手一抬 一根手指冲不远处的子灵一点 此女立刻感应到了 丹田处一阵的麻痒 不禁花容失色 轻呼一声 随即焦躯一颤 竖道黑丝从此女体内一下飞出 仿佛灵舌般的一个盘旋后 就没入到老魔手指中 不见了 子灵这才直起了身子 体内法力略意流动 脸上顿时变得又惊又习起来 原本根本无法调动的灵力 在此狂涌而出 韩丽见此神念也朝着子灵体内一扫而过 片刻之后 面上终于露出了满意之色来 此女体内的禁制果然不复存在了 东西呢 这胡老魔道也不客气 这边刚解除子灵体内的禁制 就望着韩丽冰冷地问道 韩丽嘴角一翘 木然地手一抬 一道白光从袖口中激射而出 胡老魔双目一亮 单手向虚空一抓 白光就到了她手里 竟是一个乳白色的玉瓶 这老魔目光闪动两下 绣袍往瓶中一扶 顿时瓶盖自行打开了 而与此同时 一圈圈黑芒往四周荡漾开来 形成了一层黑色的光照 以防止有人用神念 偷窥瓶中之物 木观老者这般慎重的态度 让其他人更加好奇了 就连相之里 也不禁手脸胡须 沉吟不语起来 仅仅一会儿的功夫 胡老魔检查完瓶中之物 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把瓶子重新盖上了 手掌一翻转 此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做完这一切 他再次抬头看向韩丽 脸上笑容一脸 却浮现出浓浓的煞气来 突然周身黑光一闪 木人化作一道乌光 奔殿外击舍而去 同时 殿中留下他丝毫情感 都没有的话语 韩小子 我在殿外等你 可不要让本尊等太久啊 话音未落 那乌光已经消失在殿门处 鸟鸟的回音 仍然在大殿中 回荡不已 韩丽见此 神色并未慌乱 反而悠然地 给自己倒上一杯灵酒 几口喝完 才从容地站起来 子灵戴眉紧锁 忍不住担心地说道 韩兄 你真的要去应接他一击 他可是化神奇修士啊 韩丽望了此女一眼 平和一笑说道 放心吧 若只是一击的话 韩某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当年 韩丽未进阶元英后期的时候 连古魔始祖分魂的一击 都生生地挡了下来 面对化神奇修士 心中 他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子灵 一对眸子 灿然发光 坚决异常地说道 那我和韩兄一块出去 妾身在旁边 替韩兄观战 韩丽双目 一接触此女眸中的异色 唯一迟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 他身上灵光一闪 一把拉住子灵 同样化作一道清光 激射而出 也在殿门处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殿中的蓝袍如生等人 也纷纷驾驭起顿光 一哄而散地 涌出了大殿 这场热闹啊 他们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的 就连另外两名 和子灵一般 要成为侍妾的角色女修 略一迟疑之下 也带着宫中侍女 走了出去 刹那间 大殿中就只剩下 相之礼和风老怪 他们两个了 他们竟然是默默地 坐在原地 根本未动一下 风老怪 开口说道 相兄 你怎么看 相之礼神色不变地 反问了一句 什么怎么看 自然是那韩小子 用什么东西 让忽老魔 连嗜切被夺之事 都能放置脑后 这世间能让老魔 动心的东西 可实在是不多的 既然是不多 又不是没有 这又有何奇怪之处啊 哦 风老怪 深深望了相之礼一眼 大有深意地说道 相兄 真不想知道 那东西是何物 能让胡老魔 这般失态 恐怕对你我 也大有用处吧 相之礼 叹了口气 说出这般的一番话来 哎 就算那东西 是可以助我等 突破眼价 瓶颈的至宝 或者是可以 延年我等 一二百年的圣耀 那又如何 风道友是觉得 突破眼下境界 就可以飞升灵界了 还是多活个一两百年 就可以一口气 修炼至化神后期 若无法做到此事 我等还是别为外物分心了 专心寻觅空间节点即可 只要能寻到合适的节点 你我等人 就可以长生有望 何必舍尽求远 多此一举呢 不错 相兄之言有理 倒是风某一时犯了贪心 其实 不管那东西是什么 到了忽老魔手中 我们肯定是没戏了 而看忽老魔的样子 也根本不想告诉别人 不过 这老魔竟让韩丽 硬接其一击 可存心不良啊 不会真想趁此机会 取了那小子性命吧 不会有事的 我事先已提醒过忽道友 况且韩师弟 竟然敢一口硬撑 自然是有几分把握 但是话说回来 这老魔脾性古怪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还是出去看看吧 他别一时糊涂 真做了什么意外之事啊 相知里随即想起什么 眉头一皱有些坐不住了 风老怪也点点头 赶紧站起来 二人身形一晃 木然间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而下一刻 两个人身影就在 店门附近浮现 随后一闪 再次不见了 当相知里二人 身影在大殿外的 某处地面上出现 在离他们百余杖的高空处 韩丽和木官老者 已经互相对峙地 悬浮在半空之中 一个神色如常 一个面无表情 地面上稀稀拉拉站的 其他修士 但附近的其他几座宫殿中 同样涌出了 数百名花枝招展的 魔宫侍女 看着空中的情形 一个个窃窃私语地交谈着 脸上均露出了兴奋之色 这也难怪了 像这样的 由魔宫主人 亲自出手的机会 就是他们也难得一见的 是由丧子演播的 凡人修心传 喜马拉雅出品 疯老怪 眯缝着眼睛 看了空中一会儿 忽然一转头 面带诡异地问道 若是忽老魔全力 相兄节的 韩小子有可能接下来吗 这就要看忽道友 如何思量了 若是平常一击 接下自然毫无问题 若是宁愿亏损此寿源 甚至打算动用他那件灵宝 韩师弟恐怕也无法安然无恙 但忽道友 应该不会做如此两败俱伤之事吧 风老怪 黑黑一笑 像兄说的有理 可是像兄还不知道吧 忽老魔前不久 新得了一件一宝 听说威力 不在灵宝之下 但偏偏此宝 只需要事先 用特殊秘术 祭练一番 就可轻易地使用 忽老魔 只要稍微配合自身法力 威能之大 就不可想象了 我看他 十有八九啊 会动用磁宝 哦 有这种事 相只里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动容了 就在相只里 二人嘀咕之时 空中对峙的二人 终于有所行动了 只见 木贯老者绣袍一抖 一团闭光积涉而出 一个盘旋后 化作一物 停在了老者面前 那竟是一幅 古朴的卷轴 上面闪动着 诡异的脆芒 给人一种 神秘之极的感觉 老魔冷冷地 看了对面的韩丽一眼 忽然两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卷轴在咒语声中 缓缓地打开 一团脆芒在打开的 卷轴上闪动不已 隐隐有十几座 大小不一的脆绿的小山 竟是一幅秀美的 山水画 但尚未等人看清楚 卷轴上的内容 一股绿雾 立刻从卷轴上冒出 转眼间 把整幅卷轴 淹没进其中了 雾气中随即传出 一阵提鸣之声 十八道碧绿光柱 冲天而起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这些光柱在高空光芒一脸 竟分别献出了一座座 高约丈许的迷你小山 每一座都翠绿欲低 灵气盎然 提鸣之声 正是从这些小山中传出的 这是 一见此异象 寒历一惊 原本有些懒散的面容 凝重了起来 不加思索的 两手一翻转 顿时 早就扣在手中的两宝 一只绿色的木齿 和一口青色的小顶 分别浮现在手里 一只手 将木齿往前一抛 连影乍现 随即狂涨起来 化作一只银色巨脸 挡在了身前 而木齿就在连心处 徐徐地转动 闪着药木的绿光 几乎同时 韩丽冲青色小顶 轻轻一弹 轻鸣声一响 顶盖飞射开来 一棚纤细的青丝 击射而出 清光弥漫下 化为一张 十余杖之广的丝网 从天而降 把韩丽护在了其中 徐天鼎本身 也化作树尺大小 飞在了头顶上空 接着 韩丽再一掐绝 身上金光一闪 浮现了一层 紧贴衣衫的 金光灿灿的佛照 正是佛门舍利 所画的金光照 一口气布下了三层最厉害的防护 韩丽心中一松 对面的胡老魔看到这一切 却淡淡说了一句 既然你做好了准备 老夫可要出手了 随着此声化落 老魔口中一声低喝 两手一掐绝 一股漆黑的光柱 从口中喷出 一下没入到绿雾中 不见了踪影 老魔竟将灵力 往卷轴中 狂柱而入 轰得一声闷响后 绿雾一阵的剧烈的翻滚 又有十八道 黑色光柱冲天而起 每一道都注入到 高空中的 十八座迷你的小山中 这些个小山顿时 通体脆芒药木 纷纷狂涨起来 只是几个呼吸间 就纷纷变成了 五六十丈高的 庞然大物 化为了十八座 真正的山峰 而山中的提名 越发地清晰 一只只持许大小的苍原 在山中若隐若现 不知其中另有什么玄妙 见此情形 下面的一杆修饰 一阵的惊叹 紫玲也不禁暗自担心起来 老魔面上黑漆一闪 一只手重于千斤的虚空一抓 去 一座小山立刻一颤地 往对面飞去 当老魔面带凝重的 徐徐连抓数次之后 七八座小山呼啸一声 已经排成一排的 往寒历所在的位置砸去 这种庞然大物 不要说七八个 就是仅仅一座 普通猿鹰奇修士 也绝无法接下的 虽然还剩下十来座山峰 呼老魔吐了口气 目光中金光一暗 手伤动作就此停了下来 不知是老魔真的心有忌惮呢 觉得这些山峰足以给 韩丽一点颜色 还是直接抓取这些山峰 真的消耗法力不小 他也不愿意再消耗过甚 韩丽 由此发证了 他纵然知道对方 开出一击的条件 出手肯定不一般 但是没想到这老魔镜 直接把几座小山硬扔过来了 不要说这些小山 还有何等神奇之处 但是这种巨力冲击 就算它有灵保护体 也绝无法挨下几下的 而且若是没有事先的约定 那韩丽呢 大可以用顿数轻易地避开 但是现在却不得不硬着头皮 站在原地不动了 韩丽 口中有些发苦 但是心念急转之下 猛然单手一拍腰间 刹那间一道乌光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 献出了一只数寸大小的乌黑的小猴 正是那只提魂兽 另一侧袖袍一抖 另一只黑色小瓶同样飞出 瓶口一个倒转 五具人形骨架 随着一股灰白魔气喷射而出 却是那五子同心魔 韩丽两手飞快的一家 同时心中神念急忙一催 这小猴啊 周身黑忙流动 体型急剧的狂涨 瞬间化作了一只 高约三十余杖的晴天巨猿 两只硕大拳头一锤自己的胸膛 滚滚的长啸声破空发出 犹如惊雷滚滚 随即他鼻中一声猛哼 大鼓黄霞从鼻中飞卷而出 一聚下 竟然化作一只黄蒙蒙的巨叉 此员一抬手 将此兵器抓到了手里 仿佛天妖将士一般 另一边的五具骨架 也同时往中间一聚 在魔器翻滚中 同样化作一只体型巨大的骷髅 手中还各握着一只 白淋淋的巨大的骨刃 一魔一兽两只庞然大物 左右一分站在了韩丽两旁 几乎与此同时啊 第一座小山就已经气势汹汹的 一杂而下 还未等韩丽动手 那骷髅和巨猿就同时出手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193